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Norman 一般11月我都會和太太出去旅行 主要是慶祝她生日 以及我們的結婚周年紀念 由於疫情的關係 也有兩年沒有出去 想著今年會找一間酒店做Staycation 其實我們首選就是想預約 大澳高間文化酒店 但是預約也預約不了 退而求其次就想著在市中心 預約一間酒店 最後選擇了半島酒店 其實我們大概三點半就來到 Check-in Package是包晚餐早餐 還有一個Take-away的Affern Tea Set 房間是向海的 其實向海和向街景的價錢 只差五百元左右 所以我們都是 給多一點就是向海 其實就是 Check-in其實就很簡單 其實就五分鐘左右就已經搞定了 因為那間房間是未準備好了 Fundesk的小姐就帶了我們上八樓的泳池 那裡先喝杯東西 其實都很快的 其實都很快的 一杯東西未喝完 他就拿到鎖匙 上來給我們 其實我們的房間是在二十多樓 其實就是 在中間的 首先我們先來一個 Um To 廁所都幾大 有兩個洗手盤 早上梳洗就不用 所以 差了 有浴缸 Sharwa 這些都是禮牌的 床是一個King size 其實都幾舒服的 設施雖然是半島酒店 歷史比較悠久一點 但它裡面的設施都幾新鮮 和幾先進 當然 最大的賣點就是 無敵達海景 對著是金鐘 對著是金鐘灣仔的 有一個回展 裡面的那些 譬如是咖啡機 茶就是免費 免費 電視機都有八九十個台 Mini bar就自己要付錢 我太太就見到 為什麼那個梳光台沒有鏡子呢 原來 你是按個按鈕 那個鏡子 它才會升上來 都幾特別 那個寫字桌裡面 例如插鍵 USB頭 LAN線頭 原來都是要按個按鈕 那個盒子才會升上來 因為我們約了6點半 吃晚餐 所以就是 坐在這兒 吃個雪梨 看看海景 5點多鐘 打算下去 去吃晚餐 吃晚餐 可能是冬天的 風的問題 吹北風 所以那個都是有少少蒙 不是那麼清 其實我看過走貨通道 其實它每一層都有16間房間 頭部有4間大的 可能那些是套房 或者是 中間就有12間 6間向海 6間向街景那邊 我們就在中間 5點多鐘 落到去 走過去對面 藝術中心 就是 望到 會展 就沿著那個 海濱的長廊 走去K101那邊 這裡其實就開了一段時間 我以前也來過 就周日來過 但又是人山人海 今天就比較 人少一點 還有 其實這個是 它的建築 你會覺得 好像有少少外國的feel 以前那些手掌印 就會放在路中間 現在已經放在行缸上面 人就比較少一點 甚至那個李小龍的帳 阿妹姐的帳 都移到旁邊 以前就放在海濱中間 那個牆中間 人比較少 所以都蠻好走的 不過 就有時間 就早點過來 因為 遲些開關 大陸人下來 其實就可能 就變成人山人海 那它在K11那邊 都有一陣子 買咖啡的 那它外面 也有些座位 如果譬如你買 買杯咖啡 坐在座位 裡面 看著海 喝咖啡 其實都蠻捨意 那我們就走完 就下去K11 Food Club那邊 它有一層 Mini Mark 就買一些飲品 和一些小吃 那怕就是 上到房 有些肚餓可以吃 晚餐6點半 其實就是在大堂吃的 那是三道菜 頭盤就是湯啦 沙拉啦 那些 Porn cocktail啦 龍蝦湯 其中一個龍蝦湯 就要加錢的 南鍊包啦 那一吃完 其實它都可以 refill的 即是它都問你要不要 refill的 那主菜都是 四道 那有兩年魚 Seabas 和Codfish Codfish 就要加錢的 那羊架就不用 不用加錢 那Stick就加錢 那第三道菜那個 Dessert就是 Tarts 那些基本上就是 有幾款選擇 那就是咖啡滑茶 那有些它都會問你 會不會叫咖啡滑茶一點的 如果 不是呢 那就可以 叫支酒啦 因為我又跟太太 一天慶祝 生日同壞 那我就叫了支酒 那吃完大概八點多鐘 我們出去了海濱 看看吧 那壯正那個 環影現香江 跟著看完呢 就沿著 天星碼頭過去 1881那邊看 那其實那些聖誕佈置 基本上都做好了 如果是冷一點 其實都有一些 外國的聖誕感覺 9點多鐘 其實都看完又上房了 準備洗澡 再看看夜景 那我用Timelapse 就拍了 大概是 十幾分鐘的 容縮到十幾秒 其實那個夜景 真是 香港夜景真是很美 不過天氣還是差一點 不是那麼清 那床其實真的很舒服 那我們洗澡 10至1點多鐘 去睡覺 其實本來約了9點 吃早餐的 一覺起來已經是9點半了 那麼 立即梳洗 落得去 原來還有大把人 落進來 因為他早餐數是11點 那我們吃到10點半 鬆一點 酒呢 其實還有人落進來 那麼早餐就能分開 英式 和中式 基本上都是那些 啊 啊 是 你可以 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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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有些 啊 就是炒蛋 啊 煤 吃完10點半 因為是12點鐘 我們就在酒店 走一走 11點半 鬆一點 就是炒 那 那個 十二點回來,兩小時回來就拿走 其實那個Afternoon Tea裡面都幾豐富的 那我太太看起來好像少了兩款Biscuit 唯一解釋就是,一般來說你吃Afternoon Tea的Biscuit 都是跟一杯茶的 可能就是忙中有個錯漏,就不要放上去 其實整個Staggation的日注 其實我們都很滿意服務一流 以及它的設施都很新鮮 好了,今次的Staggation的介紹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下次再見,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